现在王俊佳河已经冲向终点了 非常轻松 非常轻松 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由贝尔蒙特的 我们看到就是 可能也是因为太轻松了 数错圈了 数错圈了 实际上已经停了了 对 没问题 他因为是用脚倒边也可以算做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后面一直都在跟着用 对 河里的那个 因为他看到王俊佳河还在游 他也游出去了 今天女子八百字 出现了很有趣的一幕 总要停了吧 这样整个连着第二名 意大利的选手 应该已经反应过来了 所以看他明显 也跟着多游了五十米 最先停下来的是第三名 安德森 对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成绩还是有效的 没有问题 嗯 成绩还是有效的 看来不累 对 小姑娘还是显得很轻松 嗯 八分七秒五九 因为呢这个 确实会有些队员他是 不是特别理解 就是说这个转这个摇铃啊 因为长池是最后一百摇铃 嗯 那么也是最后一圈 所以很多可能 年轻的选手 短持本身经验就比较 比赛经验就比较少 而他就不太清楚 这个摇铃是最后一百摇铃 还是最后一圈摇 嗯 也有可能 是大家习惯了 长池里面 一摇铃就还剩一百米 对 一摇铃就还剩一百米 所以就 就游了两圈 这样王简佳和八分七秒五九 排名所有选手第一位是进入到了决赛 李冰杰也进入决赛